大家好,我是智慧工业的记者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是第二十二届CIOE中国光博会的展会现场 那我现在所处的展位是7C51号北京全欧光学检测仪器有限公司的展会现场 那么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我们李松先生来参加我们此次专访 有请李松先生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公司和公司近期的发展规划 好,谢谢 德国Triopolis公司成立于1991年 是世界领先的光学检测仪器生产商 作为支出的分公司 北京全欧光学扎根中国市场15年了 为全国超过600家用户提供高精度自动化的检测仪器和优质服务 我们的设备主要服务于光学工业 航空航天,医疗工程,还有机械工程等方面 今年对我们Triopolis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德国总部正式并入德国耶拿集团下的光与光子学事业部 在未来两年通过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 我相信北京全欧光学一定会有一个新的飞跃 不仅是在新产品和新技术上 还包括更加便捷和优质的服务 非常感谢李松先生 接下来有请李松先生为观众朋友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主角 这款Aspirotrek UP是最新研发的 专门用于飞球面镜面偏心测量的设备 现代光学设计上飞球面镜片已经大量使用 尤其是高阶飞球面 其优势在于消色差 向散和系统减重 相较于第一代产品 我们是利用球芯部分接近参考球面来近似测量飞球面偏心 到第二代产品是半自动 利用边缘部分测量倾斜和位移的偏量来修整飞球面偏心 到现代的第三代技术 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全自动测量飞球面偏心 测量速度快 精度高 重复性好 我相信该产品一定会成为我公司新的全头产品 好的 非常感谢 那李松先生请问您觉得在行业未来的发展技术和市场方面 将会面临哪些机遇呢 从应用领域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在消费类电子领域 手机镜头 尤其是潜望式镜头和大边背镜头的设计和测试 随着光波导技术的引用 AR产品在19年开始发力 有望取代VR在未来的两年实现质的飞跃和规模化生产 车载和安防镜头领域 镜头模组的AA是所有生产商非常关心的 因为这一项技术关系到效率的提升和成本的降低 在科研领域 今年的热点无疑是半导体行业 光客机镜头的设计和制造 为Trioptics产品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 也为我们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好 非常感谢李松先生 那最后请先生您对着镜头来表达一下 您对CIOE中国光博会的寄予和期待吧 光博会期间二十年有余了 然后通过组委会的倾心努力 中国光博会已经被打造成了 全世界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泛的光学盛会之一 今年呢又是光博会在新馆召开的第一年 我预祝展会圆满成功 同时也感谢组委会对北京全欧光学 一直以来的关怀和大力支持 最后也要预祝所有参展商顺遂平安 宏图大展 谢谢 非常感谢李松先生接受我们的专访 相信大家对于我们的品牌 也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那预祝您的品牌可以在此次CIOE中国光博会 取得良好的成绩 谢谢 谢谢